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团队政府上台之后的首份财政预算案今天出炉 那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今天在国会下议院提成主题为 创建昌明大马的2023年裁案的时候就强调 那政府目前没有计划要重启消费税GST 因为考虑到食品通货膨胀率超过5% 工资水平依然很低 那人民还处在水生活日当中 现在并不是实行消费税的好时机 不过政府将会推出几项新的税收 安华指出政府将从今年开始重新落实奢侈品税 那到时候名表名牌包包等等的时尚用品都会被征税 但会根据奢侈品的价值而定 安华表示这是政府逐步向富人征税的其中一环 那另外政府也计划针对电子烟液体 还有含有尼古丁的烟油凝胶征收国产税 安华透露尽管尼古丁的这个电子烟是非法的 但是市场上依然在广泛售卖 那估计价值超过20亿令吉 安华还指出政府支持彻底戒烟世代 并计划将会从烟草跟电子烟得到的税收 这个税务收入一半分配给卫生部 以提高卫生部的这个服务质量 那除了像奢侈品跟电子烟征税之外 政府还将会探讨在2024年实行资本利得税 Capital Gain Tax 那针对非上市公司的股票转移征税 但是细节呢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安华还透露如今国家债台高筑 所欠下的债务已经突破一兆令吉 而主要的原因就是贪污腐败的问题所导致 国债破一兆令吉 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指出 大马的国债已经超越1.2兆令吉 破债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的60% 安华表示 如今国家的贪污和披露已经系统化了 如果我国要迈步向前 就必须终结这些问题 因此团结政府将会加大力度 打击贪污和腐败 接下来内陆税收局反贪会和警方 将全力调查贪污弊案 包括潘朵拉文件 Datuk Inder Pertua Belanjawan ini dan kerajaan hari ini mesti berikan satu mesej yang jelas bahawa rasuah dan penyelenggangan tidak boleh diteruskan lagi di negara ini saya nampak suara dari 222 untuk menyokong Belanjawan ini dan setiap Belanjawan ini dan mengetahui Belanjawan ini dan penyelenggangan Belanjawan ini dan penyelenggangan 保持人GOO.Belanjawan ini dan penyelenggangan